大家好,又回到這個東哥廚房 我們今天要做一件梳芙里西多士的東西 我們準備的東西其實很簡單 麵包和雞蛋兩隻 如果你喜歡的話,可以在兩塊麵包夾著一些花生醬 可惜的東西就是,家裡剛好沒有了 所以就不夠了 我們試位以前快點來做 我們首先要拿一個碗出來 然後拿一個小碗出來 很簡單做的事 我們要先把蛋黃和蛋白分離 但要確保這兩個碗是沒有水的 而且我摺下來拿出來的工具都是沒有水的 如果有水或有油 那基本上可以丟掉 不是丟掉 基本上可以不用用 可以用來煎食 但你怎麼發也不會發到它起泡 我們現在的目標就是發到它起泡 現在我們把蛋黃和蛋白分離 現在我們把蛋黃和蛋白分離 先把蛋黃和蛋白分離 這個步驟非常小心 如果一旦有蛋黃或蛋黃流進去 這樣就不用做了 就可以直接拿出新蛋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呢 另外一隻蛋也是這樣做 啊 唉 辛苦啊 真的 好 這隻蛋我們煎了 好 大家好 又這麼快我們回來了 然後呢 我這次呢 就要拿一些新的工具出來 因為呢 我發現呢 這樣做下去呢 實在太沒有這個經濟效益了 所以呢 我就找了一些新的東西出來玩了 這個呢 聽聞啊 可以很容易把雞蛋黃和蛋白分離 我們呢 就要測試 是不是 那我們現在馬上試一下 很辛苦啊 嘩 有水的 等我一會兒 不是蛋白來的 才嚇到我 好 我們現在試一下這個東西 有沒有效果 好像可以啊 真的要把蛋黃和蛋白分離 還是有條 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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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不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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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來一次 還有一隻 我們剛才也是第二隻才拿東西的 我懷疑是剛才我敲得太太力了 把蛋黃和蛋白敲碎了 然後呢 就把蛋黃搞定了 蛋黃 看不到 所以就把蛋黃搞定了 蛋黃 蛋黃那裡有些蛋白都沒什麼 好啊 好啊 然後呢 我們就要拿一個煎盆出來 做什麼呢 很簡單的 所以要把油倒進去 其實這個是用炸東西的方式 所以要多一點油 有時候有些人問 炸東西 如果用這麼多油 炸完之後就沒有用 油就倒掉 那你又錯了 炸完東西的油是可以再用的 現在呢 啊 對於我太聰明的關係 我差點忘了做一件事 不過那句 麵包呢 你不要問為什麼我買了這隻 但是呢 我就是喜歡買了這隻麵包 正常呢 我們是不要包皮的 對啦 沒有聽錯 我們是不要包皮的 最小的都有包皮 所以我們今天要割包皮 對啦 很簡單的做法 割包皮 割包皮 不是很難的 啊 一刀切下去 哎呀 四塊同時 包皮 好了 這樣就呢 我們有些 完整的包出來 那我們呢 這些包皮 我們不會浪費的 我們等一下還有需要用它 我們這個時候需要用它 碟出來 裝著我們剛剛的麵包 對啦 然後呢 我們這裡 那些油呢 現在呢 就開始了 慢慢 慢慢把它弄滾 然後同一時間呢 這個步驟很重要 我們要發蛋 就是發蛋把 發到什麼叫做呢 啤勒 發到什麼叫做呢 所以呢 我們會有時間去發的 我們這個其實原理呢 就是有了化到它把它全都起了 然後呢 就用類似這個做蛋糕 為什麼叫做梳芙梨 梳芙梨的西多士呢 是因為呢 他用梳芙梨的原理 可以再發一會 它應該可以發到一個狀態,可以黏在叉子上不掉下來 現在還是有點掉下來 正常這個應該是早餐吃的 但是我想了這麼久 現在你發這個也發這麼久 那你怎樣吃早餐? 你發得來,都遲到了 又怎樣吃早餐呢? 唉,很辛苦 差不多是這種狀態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蛋黃就這樣發兩下 發兩下,然後倒進去 這樣就發兩下 混混完之後 就開始我們的偉大企業了 麵包怎樣做呢? 用茶的 對,用茶的 其實正常呢 正常呢 都是剛才說過 應該有些 什麼在裡面的 但是呢 都是經費不足 是沒有辦法 那第一塊已經完成了 我們現在放下去 好像 沒有什麼聲音 但是我覺得應該可以了 我們先做第二塊 我們先做第二塊 這些呢 為何要一邊發一邊預熱呢? 有人應該會問 為何這麼麻煩 直接預熱了 為何不搞定才預熱呢? 對 對 先預熱呢? 因為呢 如果搞定才預熱呢 其實這個只不過是發出來的泡 那你看看泡 就一個一個爆開 就變得爆爆 那就是前功盡快 對於我們這個爐 這個爐 我們可以慢慢淋上去 我們可以慢慢淋上去 我們現在呢 慢慢等它煎 還是炸 其實呢 其實呢 這東西呢 都叫肥仔野來的 那你想想 你現在已經是 這樣了 已經用了油 你吃的時候 還要加煉奶那些呢 牛油呢 那些全部都是油 所以這東西其實都很肥仔 就是 這樣呢 現在呢 翻到這樣呢 看 多漂亮 慢慢等它煎 另外那邊 我們現在等它慢慢炸 我們先試一下 西多士 現在已經很熱 你看 嗯 很美味 中間那些呢 是呢 是呢 是 脆的 旁邊是脆脆的 你看 中間 很美味 看 它外面是脆的 但裡面是軟的 這個呢 不是唯一 不是唯一 是這個很美味的地方 好吃嗎 好吃嗎 好吃 我現在吃了這個 我現在吃過這個 吃過一次 什麼都沒有加 沒有加煉奶 糖漿 牛油 那些呢 我覺得這個是 不用加 其實我覺得挺好吃的 今天就到這裡為止 那我們有什麼東西 就下次再說 在下面留言 多謝 拜拜 做個我覺得 這個 做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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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